希望把 CSS 加上去 这个 CSS 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如果要让这上面的字变漂亮 那怎么样让它变漂亮 我们前面讲过 Hello 4 里面有讲到就是 你可以再加上一些 CSS 叙述 不过我习惯 因为 CSS 因为有一些工具 像 Genweaver 或者什么软体 你可以自己套 或者好像网路上也有很多 套 CSS 有点像 Word 的功能 然后你把它最后输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在 我们最后希望看到类似长这样的 我们可以用 Dreamweaver 软体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CSS 这个 CSS 因为不是我们的主轴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再产生一个 CSS 其实它的语法包含就是 Gen 这话 Class 它的 Class 类别就是 BMI 里面的话做哪些的格式设定 就是包含什么呢 里面的话就是字型部分 跟它的字的大小颜色跟背景颜色 另外的话 这个 Class 评语的部分就是有这些相关的设定 第一个我就直接干脆我就直接把这一个 CSS 如果你可以自己用 或者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就在我们的专案底下 CSS 目录 OK 记得一定是在 Static 里面的 CSS 你不要放错不要放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 Templates 那就不对了 OK 就找不到 按右键你 New 一个什么 New 一个 File 名称也许叫什么 BMI 电 副档名是 CSS 按个确定就 OK 然后并且把那个里面的字打一打 打上去之后存档就 OK 了 或者贴上去也 OK 好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在我们根屋底下呢 然后就会有一个 CSS 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其实跟 Hello 4 很像 所以如果你假设忘了差不多 你可以参考 Hello 4 部分 Hello 4 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最关键的地方本来是 Respond 那现在我是怎么样 把它 Return 一个 Render 然后给它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的话呢 一样是 Request 然后呢 那一个 Templates 所以第二个我需要一个 Templates Templates 在哪 Templates 我在这边加一个 BMI .html 所以我在第二个部分 就把什么呢 把那个这个第一个 我 Link 那一个 CSS 就我刚刚那一个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 并且给它一个 Class 比如说 BMI 这个字呢 那我就套用什么 套用第一个类别 评语的话套用第二个类别 OK 这边 Class 部分 我就给它 让它显示 这个样式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一样我在这个云端上面 也有这一段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一段里面 当然我这个 Ctrl C 我主要是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要改的话 特别注意 贴上之后 那可能会有这一个是变数 这个是变数 这个是变数 所以会有三个变数 请各位自己要改一下 我这边讲第一个变数是 反正它的那个 Templates 这个是 Jungle 独有的规则 一定是大瓜糊 OK 那第二个 第二个大瓜糊 里面的话放什么 放 BMI 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两个大瓜糊 两个大瓜糊 有点麻烦 那里面放 S 平语 这个的话是放的 放那个 也是两个大瓜糊 两个大瓜糊 然后这边放 IM 区 这样子 OK 特别主要 你只要不要做错 理论上我们第二步就OK了 所以第一个是 CSS 第二个是我们 Template 就是我们的网页 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的 Views 稍微做一个修改 那这个 Views 我主要 因为我刚刚是 BMI A 那我干脆把 BMI A 把它这一串复制贴到底下 改个 BMI B 好了 OK 因为把旧的保留下来 不然的话你旧的新的混在一起 到时候你旧的不见了 你就没办法再改回来 所以把它改个 B 好了 再来的话 接下来就只要 RETURN 什么 把这个东西 RETURN 什么 RENDER 然后就是一样 Request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 Template 就是 BMI 后面的话加一个 LOCAL LOCALS 特别重要 这个 LOCALS指的是什么 其实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这个 LOCALS实际上 它就是帮你把你 LOCAL 就是你现在这里面使用的这些相关变数怎么样 一起帮你丢到这个 LOCALS 这个 LOCALS 意思应该是指的是 你现在区域变数 所有的区域变数 它会帮你把它放在 LOCALS 里面 并且帮你传递到哪里呢 传递到这个 HTML 里面 所以假如说你要传过来的话 刚刚我们不是有 BMI S ING 你如果透过 LOCALS 它会帮你把它传给这个 BMI 丢丢丢 它显示出来就OK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 这个也是 那个算Jungle独有的一种写法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 以后就这样写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多一个 Request 然后拿一个 Template 然后 LOCALS 带过来 OK 好 基本上